现如今人们对车型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作为一款商务用车 不仅要开出去有面子 而且还要需要满足商务会谈 梅德赛斯奔驰V260L 就是这样一款能够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车型 这款车型定位为MPV车型 一家一商 可以说是体验感与实用性俱佳的车型 在外观方面 这款奔驰V260L给人的感觉就是大 不仅车身长度达到了5.3米 而且高度也远超一般SUV 虽然相貌平平没有太多惊人之处 但却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 而这款车型最出彩的部分是它的内饰 不仅豪华而且贴心 大块液晶中控屏以及液晶仪表盘 给人满满的科技感 后排车门的设计也很贴心 左右两侧采用的电动门 只需按动开关 即可实现开门关门十分方便 在舒适性方面 奔驰V260L也算是做到的机制 不仅有航空头枕 还有后排折地桌 踏板 可制冷制热的杯架等等 可以让你感受到头等舱的待遇 动力方面 这款车型搭载的是2.0升 无轮增压发动机 传统方面匹配的是 七挡首次一体变速箱 技能稳定优越 颇令人满意 这款车型虽然体型较大 但操控性却出乎意料的好 并且用于商务车 极具品质感 给用户的体验感也不错 是商务车的首选车型 reat目的gas力 & riders neden Savion